成立海外的子公司 然后把他的钱往海外去搬 从幸福人寿搬了130多亿 搬走 搬到海外去 然后最后我们全民要 因为政府要赔售给幸福人寿 要赔200多亿 这也是我们全民买单 等于是又看我们全民之侃 还有另外一种 这几天不是中国的这个鼓雷 这个所谓的一个塑化厂爆炸吗 那这个爆炸案 这个鼓雷这个PS厂 这个就是陈友好 陈友好它也是另外一个 掏空台湾的例子 他在台湾借款之后 然后公司倒了 就跑到大陆去 就在台湾欠下五六百亿的 再留台湾 我相信这些人才是我们真正 这个看不起的有钱人 有钱人你有钱如果是取之有道 像郭台铭先生这几天 大家不是议论纷纷吗 但是大家从来没有瞧不起他 大家还蛮尊敬他的 像张忠谋先生 这些有钱人大家都很尊敬他 但是如果你是透过 卖假货 官商勾结 掏空台湾这些 这些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好 说得好 来 这边也请瑞光老师帮大家分析 哪些星座的人 那不可以让他有钱 因为他有钱 他就全部做怪 就会造精 有些人真的会 尤其你三个人 看他的太阳星座 上升星座 月亮星座 就火星星座 就是你越多颗星星 在这些星座上榜的人 你有钱了之后 你做怪的比例就越高 其实没有钱的人 这些人也蛮做怪的 来我们看第三名 如果你的太阳上升 月亮跟火星 落在射手座的话 射手座 刚刚就四重讲的 那个官商勾结 这一排 贪权富贵 会大玩金权的游戏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有钱的人 一旦有钱之后 他就会想要有钱 因为有钱之后 他才会有影响力 有影响力之后 他可以假接这些影响力 去创造很多机会 赚更多钱 那至于呢 还没有钱的射手座呢 也会想办法 去认识一些有钱的 有影响力的人 什么部长啊 什么会长啊 什么什么长 反正什么什么长 就是他们最喜欢 交朋友的这些人 因为认识了这些人呢 他们就会有 比较多的人脉 但是他们真的有钱了之后呢 他们就会 想办法 这个赞助一些啊 然后这个帮忙一些啊 然后呢 送送礼啊 然后去一起投资啊 干嘛 然后呢 就会跟这些 有权利的人呢 大玩金权的游戏 然后想要借由 拿钱出来 去换取权利 再来赚更多钱 他们就会有 这样子的一个特色 再来第二名是谁呢 太阳上升月亮火星 如果落在 摩羯座的人 摩羯座的梗 是这样子的 然后小时候没有 长大呢 要加倍加倍 十倍的拥有 OK 所以呢 摩羯座呢 很多人啊 在真的有钱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开始 金屋藏娇 而且酷爱收集一些怪东西 摩羯座是哦 他会省得把钱花在 那个藏娇上面啊 他以前没钱的时候 他不愿意啊 但是有钱的时候呢 比方说 年轻的时候 因为家里很穷 那可能呢 被某个富家女啊 抛弃啊 或者人家看不起他 不愿意嫁给他 这个会在他的心里面呢 落下很深很深的阴影 之后呢 等到他真的有钱了之后 他就会想好啊 那我就 除了我的老婆之外 我就再多认识一个女朋友 再多认识一个女朋友 他就会想要 藉由这些过程 去增加他自己的自信 那除了这感情的部分呢 他也会收集一些东西哦 比方说小时候家里 真的人穷 原味的吗 不是那种 不是故意是那种的 周杰伦就是啦 阿嬷的那个唱 唱机有没有 那种旧的 那最近他不是因为 清风侠那个车子被补税 清风侠他只付了一块美金 博税局就跟他科技百万的税 所以他最近在提高 他们就会喜欢收集这些 可能比方说 小时候带有情感的 或者是说 小时候我很想要买 一个脚踏车 但是呢 那时候爸爸没钱 然后我旁边那个邻居 就一天到晚 骑着脚踏车 在我面前骑来骑去 骑来骑去 都不借我 他小时候就很气 他长大之后 他有钱 他就弄了一个房间 里面全部都是脚踏车 摩羯座的人就会这样 比方说像唱机啦什么 所以要看那个摩羯座 坐在U-Bike旁边就可以了 旁边又倒车 而且还要买贵的哦 OK 那第一名呢 我们又要摆给狮子座了 狮子座 狮子座的人呢 没钱也要 有钱没钱 都一定是要搞怪的 来 狮子座的人呢 夸张排场 然后爱高调炫耀财富 其实很多狮子座 等到他 婚程姐姐 你这种喜欢念书的 大概喜欢炫耀自己的聪明才智 但是很多不喜欢念书 喜欢赚钱的那种人 他们很喜欢 比方说 今天我没有钱的时候呢 我的钱子 够我买得起贵的索表 穿起漂亮的西装 开好的车子的时候 他就大概那些东西要做足 但是只能让他有钱到 他可以请四个保镖 六个保镖 八个保镖 站在他背后的时候 他一出门 就是一群人 这样 被狮子座的人呢 会有这样的特质 那比方说 交朋友也要交那种 具有权利的 然后买房子 也要买那个地段最好的 我是指有钱的时候 你讲的是估重量吧 估重量吧 我插个嘴 我一定要报他的料 他呢 上次去日本 我就追踪他的脸书 我就看到他拿了一把武士刀 你知道他 他已经杀气腾腾 他拿武士刀是这样 很杀的你知道吗 我想说还得了 我就说光琴在哪里买那武士刀 我想帮他 请他帮我买 他跟我讲说 那哪是武士刀 那是雨伞 而且蛮搭光琴姐的 真的 杀气腾腾 而且呢 所有的名牌 所有的名牌 一旦有限量版之后 就是要卖给狮子座的人 因为那种你得不到的 友情也要不到的 就是狮子座的人 叫狮子 真的 限量 来来来 本来这个贵妇是人人称献的 但现在好像有点像过街老鼠 但大家也有点酸葡萄心理 对不对 当不成贵妇就酸人家 待会儿我回来算一下 什么紫薇命格的女人 天生就有享福的命 来 马上回来 来来来 本来讲说这个名媛贵妇 都是很多女生的梦想 对不对 但是最近怎么好像 她名媛贵妇有点像过街老鼠 对不对 很多人现在party 也不敢出去了 对不对 媒体拍照都赶快躲起来 以前都赶快绣包包 名牌包收起来 现在不敢 但其实还是也有很多 形象很好的女人贵妇 对 其实我好喜欢讲这些贵妇 因为她们的生活其实很有趣 我们不要讲是非对错 你还是挺羡慕 要不然我为什么这么多人 喜欢听这些人的故事 就是因为你很羡慕她的生活 先讲今天最新这一则 那个报道 我觉得也很有趣 其实你说这个贵妇炫富 香港贵妇才炫富 真的 她们生个孩子你知道吗 几亿几亿 为什么要用这个钱来计较 就是炫富嘛 那为什么 而且贵妇炫富 其实是给老公面子 对 因为香港的富豪喜欢这样 用钱去计较 先讲这两个贵妇 我先讲其中一个叫徐子琪 大家可能对她不熟悉 这边界的女生 她其实是香港的一个艺人 她的公公叫李兆基 在香港有古神之称 她的老公叫李嘉诚 是家庭的家诚实的诚 李兆基的第二个儿子 他们家的身家是千亿来计算的 那为什么要弄这张图呢 因为我刚刚提到 阿帕戏团有这个外籍看护工 真的千亿来计算 你说这一次我们再重乐透 也不过才22亿 有千亿当然要秀出来 对啊 两千万对我来说 就说很多了 来 那你看外籍看护工对不对 人家这个香港的贵妇 还带看护工用人 人家带什么 她带了两个女儿去野餐 她旁边带的这个 不是看护工或用人 发型师 发 野餐带发型师 我贵妇呢 你是啥啦 对哦 因为公园风一吹来 头发发型会乱掉 香港遍地都狗仔开玩笑 这有需要 然后她一边在那边野餐 旁边还有这高档的矿泉水 后面就看到这个发型师 就帮她整理一下她的头发 有没有 有没有 整理头发 我看妙了 高桂吧 高桂吧 野餐都有发型师 你们输了 好 那你惨了 李嘉欣的儿子 大家都知道嘛 船王的孙子 今年四岁了 他每一年的生日趴 都非常豪奢 那这个小孩子 最近的生日趴 就以飞机当主题 所以她的那个party里面呢 有没有 有各种小朋友喜欢的这种玩偶 然后还有一个飞机的入口这样 用飞机当主题啦 几百万跑不掉 其实她第一次这个李嘉欣的儿子呢 满月趴的时候 孩子根本没有到现场 他们花了大概就有台币五六百万了 主角没有到现场 没有到现场 因为怕感染 因为这么小的小孩啊 你们都在这里这样很容易传染气聚 这样不太好 那主角什么到现场 人形立牌有到 我们贵妇呢 你们是谁啊 对不对 好 这是 但是有我一分钟 我小小讲一下 大家都把贵妇污名化了 不要这样 我最近一直称赞这个贵妇 你们可以看一下 叫谢玲玲 你们都忘记这个人了吗 谢玲玲玲剑月的前妻 她今年五十六岁了 她就是个贵妇 然后她有登上一个杂志的封面 女人不是要靠老公 或靠爸爸当贵妇 靠自己 她是因为跟林建月离了那个婚 林建月给了她一大笔钱 没有错 她拿来一方面做慈善 一方面就做投资 她现在身价也是几十亿以上 而且她大部分时间 其实在不担休息 这种贵妇才了不起 有心灵上的休息 心灵的不友 做慈善 对 然后自己变成贵妇 我们为什么要靠男人 真的 来 张老师 我们也来帮女人看一下 什么样的指挥命格 生来是享福的命 是啊 这三个应该没有 整团都去修行 大家很像比袈裟 袈裟 袈裟怎么好比 袈裟有贵的跟便宜的 真的吗 当然 有分 不过说实在 贵妇被骂也是很合理的一件事 贵妇被骂是要惜福的 因为其实我们看人生就知道 人越成功越出名 小人一定会越多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成功跟小人是成正比例的 如果你今天不成功 一穷二白 你不管做什么都没有人懒得骂你 连骂都懒得骂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要去想 跟贵妇或穷妇是无关的 应该是什么 如果你品格好 有品性 品格很好 有礼貌 你穷或者富人家都会尊敬你 但是如果你没礼貌 你品性不好 你越富有 人家就越看出你的缺点嘛 那才是难受的地方 所以我们先看这三个 其实从福德功来讲 我们看命盘 所谓的命功 福德功 福德功其实代表是一个人的价值观 一个人的生活态度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过他的人生 所以呢 能不能想福 其实会跟福德功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各位的福德功了 首先第一个是天府是落入福德功的 在座有没有人有 没有 通通都没有 好 天府称为福星 其实古时候的人把天府称为福星 最重要的问题也就在 天府这个人随遇而安 而且呢 他基本上会比较慵懒 就是我今天我如果觉得够了 我可以了 我为什么要这么拼命这么劳碌 他就能坐着我就不要站起来了嘛 所以你可以想象 所谓的天府享福命 就不会是劳碌命的性格 有的人是钱再多都觉得不够啊 我拼命赚钱拼命赚钱 最后他是给谁花 他不是给自己花 这样你就不叫享福了嘛 所以天府对他而言 他要来享这个福啊 首先你得想 随遇而安 其实最重要就是 我可以把烦心的事 晚上睡觉就丢到旁边去了 明天起来就忘记了 是 你如果天天把烦的事记在信 谁啊小人啊 谁骂我谁怎样 你三年都不会忘你怎么享福 所以这是天府这样的一个类型 所以真的好命的是吃得饱睡得着 没错 其实睡觉最重要 对宫可以不可以 也可以 恭喜您了 可以一觉睡到三点半 睡不着 头会晕 是 好 然后再来是天同 去落入了福德宫 四聪你有了 因为你的是空宫嘛 所以在对宫就是天同 天很好 真好耶 对啦 你是我们三个里面最好命的 那你知道 所以这颗也是属于福 但这颗就是很习福 习福 因为天同的人其实还蛮 我们常常讲叫知足常乐 我现在有的就是我开心的事情 因为如果我们眼光永远看到 我没有的那部分 那绝对想不了福 因为你再多 你怎么比啊 所以人生啊 其实我们就在讲 刚刚讲要睡觉 对不对 人生要做到不比较 不计较 要睡觉 是不是 这三个其实就是福啊 真的 但是从天同的角度出发 你必须不比较 不计较 你才能睡得好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 知足常乐 这就是想福 老师你这样讲 我们想说 这以后要躺着 睡的时候多着的 我们现在 不要现在就一直 对啊 不要现在就睡了 好那你就不要睡啊 但不睡觉的人 是想不了福的 你最好睡 那我手机蜡呀 什么一直想 再来 福德宫是 贪婪 我有我有我有 我有 你有啊 恭喜恭喜 贵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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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下来的贵吧 还是贵妇 很贵心 虽然你最近名牌包 收起来了 但还是贵妇啊 对我自己就拿环保呆 但是贪婪这颗心 落入福德宫 其实它代表着 其实人生的目的是 所谓何来 这刚刚我们讲 就是人生的价值观 人生我来 我如果不拼一把 拼完的东西 我要拿来就是享福啊 这是我赚来 我为什么不可以享受 对不对 我干嘛要假清高 自命清高 假装 你看以前的人 有所谓的说 我很有钱 我出门还假装没钱 这不对嘛 就是我就是我 我就是要做自己 我人生来 我就是要来快乐 我就是要来追求 追求到了 我就可以享受 有什么不可以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贪狼啊 天同啊 天府啊 这些天生享福的命 他当然当了贵妇 那当然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嘛 可是修行修行 也是修自己的品格嘛 有品格 你再有钱 人家只会更尊重你啊 不会因为你有钱 就来骂你 所以我们刚刚讲 为父不仁 是很有道理的嘛 你今天用不正当的手段 那你成功了 当然小人一定会更多 所以这三个 都是享福而能习福的人 是 好 谢谢老师 来 我们学一下今天的广告 回来之后 不管你愿不愿意 我们来做一个测验 未来一个月 可以 谁可以从贫富变贵妇 翻上来 虽然不愿意 还是当一下 来 好 来 来 勇老师 赶快 来 测试一下 未来一个月 在哪一方面可以谷底翻身 老师讲的 平富变贵妇 虽然不是你愿意的 好 先把你打入冷宫 好 打入冷宫之后 才看能不能翻起来 是 好 我们今天的字面就打入冷宫 请从四个字里面 选一个字来测看看 那么请现场的贵宾 还有观众朋友 来看一看你未来一个月 能不能谷底翻身 请 不老师越来越坏 每次出那个都好难选 好难选 是没有事都没办法想 真的 是没 入好了 入好 四川 打 哎呦 我刚才想打 好的 光卿姐 这难选 攻好了 好 那我也攻吧 我也攻 我也攻 我选入 和同学 冷 冷室 好 好 全部都有人选 冷怪怪的吗 好 观众朋友 你选好了没有 我们现在揭晓答案了 我们从往后 从后往前来揭晓 先从攻的 不好 攻的是静纯 光潜 还有张老师选的 是 还有观众朋友 你也是攻的话 那到底是哪方面呢 我们看答案是 找回爱女 再度蜜月 哇 这是谷底翻身嘛 本来不好的 爱情不好 现在又回来了 好 所以这是感情方面 谷底翻身 80分 还可以 可以的 好 下面是冷的 看有没有这么可怕 这是赌铃选的 还有观众朋友 如果也是这个冷这个字的话 是 职场破冰 业绩领先 哎呀 本来业绩不好的 现在又领先了 是 谷底翻身哦 哎呦 工作方面 90分 哎呦 下面是入的 入的是徐老 徐瑞光老师 跟 盛美玄的 惨了惨了 还有观众朋友 你也看这个字哦 这个字你注意看 哪里不对啊 倒过来就是人啊 人啊 这边是 翻过来就不是人了 对 就是这个 反过来就不是人了 真的假的 我们看一下答案是 八卦满天 小人造反 你问他太准了 你看 反过来就人了 你瞄准了 所以这个人呢 反过来的嘛 所以是小人造反啊 我很久没有20了 老师 抱歉 你说20了 真的哦 很久没有20 你要常来 要把他转回来 好 下面思聪 一注独得 一定有嘴好的 怪不得了 好 就是 猴子翻身 财运顶好 所以当然是财运方面 鼓励翻身 120 好帅哦 嘿 来来来来 虽然说是这个风水轮流转 转到谁啊 谁都有倒霉的时候 但是我们讲说 这个从国军到政府到公共建设 是不是螺丝都松了 该如何上井 问一下光云姐 其实真的蛮敢看的哦 就是说在军方一连串的军纪问题 之余哦 其实我特别要提到的一个就是说 你们有没有发现 台湾现在有一种这个行业 因为他非常多人在从事啊 你们可能都想不到 什么 军中出现共碟 共碟 共碟案 你知道吗 过去在台湾 你只要有一个共碟案 哇那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新闻啊 然后在大概几年前罗贤泽那个案子 我们在台面上我们做讨论的时候 哇也是长篇雷都 就是搞了一两个礼拜 都在探讨那个罗贤泽 他怎么样把博胜专案 可能泄露给这个我们的敌营 那时候还觉得很重视 然后他太太那一段时间都穿梭在那个立法院 找那个立法委员 希望能够能够立法委员能够救援他先生 因为你动辄都是无期徒刑 可是呢 后来我们那个简报越积越多了 他的那个官阶无限上纲 上纲到说连中将 虽然不是现役就是退役中将 他们竟然去当共碟 有至少两个是中将级的 然后通常都是 长官拉部署 退役的影响现役的 然后呢越来越多这种共碟案 甚至那个名字 因为多到是说 还有一个叫前金国 另外一个叫李登辉的 两个位级金官 也是共碟案里面的两个 所谓的要角 一个金国 一个李登辉 好 这个是 我们讲说多到这种 他名字都还有这么巧合的 你知道吗 那越来越多的这共碟案 到现在呢 我们正在讨论老乃城的过程当中 你又出现了一个 他是原先是空中的一个英豪 他曾经因为去护航我们 这个征兆 到那个温州机场上方 他们我们要拍摄一些像敌情资料 他差一点跟中共的军机搏火 是说我们这边的算是空中英豪 这样一号人物最近也爆发 原来他也是共碟了 所以就是空战英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当局有重视吗 媒体爆一爆 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当局有重视吗 我们现在还有情报员被关到死牢里面 其中有位租公训的 他就是在中共边境的时候被诱敌 就是被诱补 到现在还关在大牢里面 两个极端 你就知道我们现在国军问题多少 是哦 好好好 来聊到这边 今天为大家报告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每天都要小心一点好不好 真的 好好来 来 谢谢老师 好 也要谢谢参加来宾的分享 好 也要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别忘了下次同一间 请准备收看 命好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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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瑞光老师 接下来跟大家预报 4月15号礼拜三个星座的运势哦 运气特别好的三个星座呢 第一个是巨蟹座 你会非常的感兴 然后非常的慷慨 对身边的人非常好 而且可能会有一些机会 让你能够做一些好事 比方说捐钱之类的 第二个是天蝎座 你的家人啊 妈妈啦 姐姐啦 女性的长辈啦 非常的关心你 让你觉得开心 而且心情稳定 第三个呢是金牛座 会有朋友呢 帮你带来赚钱的机会哦 带来利多的消息 特别注意的两个星座呢 第一个是双鱼座 你自己感觉会很受伤哦 你自己要振作一点 第二个呢是双子座 你可能会怀疑自己 也许不漂亮啊 也许没有魅力啊 在爱情的部分呢 运气比较不好 所以说呢不适合表白 多注意一点 在幸运颜色 以及幸运数字的部分呢 风向星座的朋友呢 橘色 数字是2 火向星座的朋友呢 是粉绿色 数字是3 水向星座的朋友呢 是金色 数字是4 土向星座的朋友呢 是蓝色 数字是8